你们有没有想过其他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 就是说脱关系啊 怎么样啊 就是需要什么手续啊 比如说 他们说要证明我们的年龄嘛 然后我们还去念那个骨髓 是吧 所以我们的年龄能够 转过来的话 那我女儿的就好上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就是说练骨髓 就是说它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去搞 后来呢 后来没弄成啊 这样听到这里毕律师 我想请教一下您 当然这个之前改户口 就是一个很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一个错误的做法 但是如果说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 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合法的办法 能够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我问一下您您前妻现在在哪 前妻现在不知道在哪 他的户籍地是在什么地方 在天门 在天门 对 在湖北天门 对对 他是城镇户口吗 他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登记登记的办法 自己的户籍呢可以随父亲也可以随母亲 那么现在随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呢 由于您的年龄的问题 那么现在很难实现 因为您的现在年龄年龄是不对的 您的女儿之间就差12岁对吧 两个方式 一个长到你的前妻 把女儿的户口登记在你前妻的户籍下 另外一个呢 先对你的户籍进行更正 更正完了以后 然后呢 证明你和你女儿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 然后把女儿的户籍登记在你前妻下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 但是第二种方式呢 可能会麻烦一点 听明白了吗刘先生 明白了 好我们也谢谢毕律师给我们进行这些专业性的指导 那有关于怎么把户口的问题解决掉 刚才毕老师给了我们专业的意见